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东西 它是在地底深处 几千米才能出来的 是这样的 是吧 对 我大概听懂了一点 知道吗 听懂了一点 是不是咱直播间老哥老姐们啊 这个的话 来怎么来分辨 首先看一下它的水头 来这么看一下它水头 第二 看的是它的一个色泽 有没有看到啊 一个它就是 知道吗 不一样 对不对 还有刚才看一下它的一个通透性了 这个里面它有那些杂质 这个里面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点的 对不对 对 是吧 哦 是这样的 是吧 你这样吧 来 来 你这样吧 行不行 你刚才已经说了 不差票子 是不是 我们呢 既然说了 是吧 让你把这个最高品质拿出来 首先呢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诚意 刚才已经给你看了 对不对 我们这批定单的话呢 你也知道 对不对 也不小 将腻下来的话有一千多个 你这边的话你能不能做主 嗯 是这样的呀 这个李总 我呢 平时吧 因为我只是一个经理啊 然后呢 我接触的可能都是小几百万的 你这么大的单子呢 我做不了主 这样 我得那个啥 请示一下 你这样啊 你刚才说了 你也做不了主 是不是 对 对 而且呢 像这么大单子的话呢 我这边的话我也想跟那个 你的老板想面谈 行吗 嗯 行 那这样 我给那个 打个电话 好吧 你这样吧 我来问一下 行不行 你老板是不是姓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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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姓林 家人们 老板姓林 叔叔艾克姐姐 行行行 你现在他们老板果然姓林 家人们 你们听到没有 等一会儿啊 听到的话 公平上打播一 叔叔艾克姐姐 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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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 刚刚已经炸出来了 他们老板果然姓林 家人们听到没有 听没听到 听到的话 公平上打播一 喂 哎 林总 你有什么事 我现在有点忙 你直接说 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现在来了一个大客户 他要订一千多一千多万的咱们那个和田玉的那个首饰 要去参加香港的那个珠包展 你 你看 这个怎么说 你这样吧 你让他现在过来 行不行 我要跟他面谈 家人们那个姓林的终于接电话了 来来 我来跟他说 来 你跟他说嘛 对 我来跟他说 喂 林总是吧 你好 你好 林总是吧 刚才你这个经理的话 他刚才应该跟大概说了什么情况 你看你现在能不能来一下公司 我现在在外面忙 我在就是会见客户 你这边是想跟我谈生意的话 就是 明天过来 现在已经很晚了 知道吧 你这样吧 行不行 既然你刚才说你来不了 是不是 我直接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知道陈欣吧 啊 想让陈欣给你 背锅 是吧 你想来个金蝉脱鞘 对不对 听说过阿军吗 这两天阿军有没有跟你联系 我再直接跟你说 你先闭嘴听我说 知道李娜吗 你应该听说过吧 李娜 跟你有什么关系 您是哪位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先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 知道吗 上面是帽子局里面的 知道吗 而且这边你关于你的所有信息 我直接给你查个底朝天 啊 信领导 我现在劝你 现在立马出现在我们面前 还有啊 诚信的法人 现在立马给我变过来 知道吗 啊 你在外面 的这个订单 你有一批订单 你中间有点漏什么的 啊 知道啥意思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是谁 知道吧 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饭可以乱吃 话不要瞎说 知道吧 我如果说没有实质性的那个 知道吗 凭句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再给你通话啊 我奉劝你一句 知道吗 你 现在立马过来 你谁啊 我跟你说了 我做的是正确生意 任何人来了 怎么查我都没有问题 来 说二个就去公屏商 打播 厉害 吓唬谁是吧 来来来 我很忙 我朋友在等我 知道吧 没时间得跟这 白白是吧 他现在把电话挂了啊 什么情况 我 现在给我打 来 有没有听到啊 直播间的老哥老姐能有没有听到 咱这边刚才欣欣给他打电话 怎么打都打不通 对啊 我们现在出了这个主意 现在把心灵的给他引出来了 啊 他现在还在嘴硬呢 他不相信我现在已经把这些所有能够摊在明面上的如果说我这边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我不可能给他说这些 是不是直播间老哥老姐们啊 你们说 现在欣欣应该怎么办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处理出来一个结果是不是 啊 咱直播间老哥老姐们啊 而且 咱现在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欣欣一个人来面对 欣欣 你也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害怕知道吗 今天 有 你姐啊 还有阿俊 还有直播间这么多 老哥老姐们 你的叔叔阿姨们 你的娘家人在陪着 你知道吗 啊 今天这个事必须给我拿出来一个结果 对不对 是不是要把这个事给我查清楚 处理好 对处理好再走 是不是家人们 是的话公民上打不是 我相信啊 这个社会它是一个 温暖的 我们把 所有的知道吗 记住一句话 什么网 灰灰 苏而不漏 懂不懂 这是正义之事 这个也是 有温暖的社会 知道吗 是不是 直播间老哥老姐们 你看到没有啊 这么多人一直都在支持你 现在 我打的东西了 嗯 对 我打的还一直在挂 那个李总 你们这个什么情况啊 来 现在跟我说一下 这个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们 你公司的老板是谁 啊 就是我们林总啊 他是谁 认不认识 我真不认识的啊 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是不是 对 他 现在是你公司的法人 也就是说他才是你公司的老板 知道吗 不是 李总 你是这样的 你听我说啊 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我上游老下游小 我说实话 我 我去年才来这个公司 我真不知道那么多事 我就 现在啊 把你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当着 面啊 当着直播间这么多老根老姐们 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该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啊 要不然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啊 我不多说了 刚才你应该也听到了 我听到了啊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给你找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小姑娘 也是不容易 好不好啊 嗯 来家人们下面都可以给下预约 我们 一直都是跟一些 很有身份 很有 很有身份 就是地位的那些老板们都在合作 然后最近 说还个姐姐 你们觉得 姐姐牛不牛 说说还个姐姐 对就是 你们觉得姐姐牛不牛 家人们 觉得牛的公平上打不一 不是 你稍微等一下那个啊 好 他说这个订单要往外发 但是 我们今天有关部门的朋友已经跟我说了 他这个订单 知道吗 这个订单的话中间是有一点那个漏的东西 懂不懂什么意思 懂 我明白 知道啥意思吗 我知道 而且他说 这个 有一批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老免那边的 知道吗 嗯 要发到海外去 什么时候发 明天 几点 就是11点之前就发出去了 11点之前就发出去了 对 多少价值 你想想想 你现在 你稍微等我一下啊 你现在不说是不是啊 你首先是这样的 是不是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你这边的话呢 也相当于是大学刚毕业没有多久 我也不想为难你 是不是 你说你不知情 是不是 你现在啊 把所有的 你知道的情况 全都给我报出来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价值多少 哪家人们 2000多万 阿隽 阿隽 我听到了 2000多个 你知道这个如果这批东西出去的话 你会面临什么吗 星星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吗 啊 问题可大了 他会面临你明天 如果这东西能出去 你明天你就可能会随时进去 懂不懂 而且 你知道刚才跟你说了金 什么额的话 2000个 你知道你要多少年吗 啊 进去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要多少年吗 10年打底 你懂啥意思吗 啊 这个都是你那个林哥哥 懂不懂 啊 两个月给你50个 先给你20个 把你稳住 让你签这个 字 懂不懂 然后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再给你转一个因什么羊的一个合同 让你 背这个壳 知道吗 啊 到时候 他再来个金蝉脱鞘 懂啥意思吗 明白了吗 现在你相信这个姓林的还是你哥哥吗 啊 还是你同村里面帮助过你的人吗 那怎么办呀姐 没事啊 没事 咱们现在首先我们要来 解决事 知道吗 怎么来解决这个事 首先这个东西他不能出去 懂不懂 还有啊 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劳免进来的 知道吗 他为什么这两年突然间就起来了 懂不懂 就是因为他 中间漏点东西进来之后再出去 中间来回倒 左口袋进右口袋 中间赚这个高价 知道啥意思吧 啊 啊 有没有知道的咱直播间的这些老哥老姐们对他没有老徐啊 老徐是懂的他没有最少十几个啊 你想想啊啊家人们 我我真的我就我真的想说一句家人们了啊真的想说一句家人们 来直播间所有是说还有一个姐姐全公平打一波正能量家们全公平打一波正能量来家们是说一个姐姐公平上全公平打一波正能量 没事 没事没事 今天有姐姐 嗯在这里 嗯姐姐都帮我们炸出来这个林哥了对不对 呃你这样啊来 呃你姓啥刚才说 我我姓张 姓张是吧 啊 你先跟我那个 你先跟我朋友一起先先先下去行不行 先去隔壁房间行吗 这两天我会让我朋友随时看着这公司的这个经理 他这两天 知道吗随时盯着你啊 你如果说这两天随时给那个姓林的给他通电话报信 你等着听到没有啊 姐我就是什么都没做过姐啊 我不知道什么事 来叔叔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直播预约你们都可以去点一下好不好 说一个姐姐都把直播预约点一下家人们 陈欣没事 嗯 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好好的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好不好 直播间那么多家人们都在陪着你 还有姐姐也在帮你处理问题 我们不要担心 吃一战长一致 对不对 以后就不要那么冲动了 好不好 你跟姐姐说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做 他就叫我过来 我记得好像我就签了个字 然后 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什么事都不干就坐在那 然后等着下班就可以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 俊刚 那个欣欣是这样的 知道吗 姐非常非常能够理解你 包括阿俊这边也跟我说了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呢 姐知道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姑娘 知道吗 而且呢 其实每个女孩呢 她都是有那个自尊心的 我也知道 阿俊他母亲的话对这方面也就是说我的那个亲 亲姨知道吗 他这边的话对你的一个误解 我也能够理解你的一个心情 其实呢你心里面也是非常喜欢阿俊的 你也是不想让阿俊跟他母亲之间为难 而且包括阿俊他的这个什么情况 我其实都知道包括他前女友的这个情况 包括他前女友给给你发信息说的这些话 我也知道同样都为女孩子 对不对 你也想为阿俊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知道吗 但是你要知道 咱们脚踏实地的去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 懂不懂 没有这么多天上掉馅饼的事 知道吗 啊 还有这些给你画饼的人 懂不懂 你想想 人家为什么会两个月给你50个呀 这都是有利可图的 知道吗 傻姑娘 啊 还有啊 你一定要多听一下 你这个直播间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知道吗 对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 是吗 人家吃过的盐 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知道吗 你看你才多大啊 对不对 对人家这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老哥老姐们知道吗 人家都是 啊 都是这些都是 经验之谈 年轻的时候都是吃过亏的 懂不懂 知道吗 所以说你这边有什么情况 人家这边他都那个啥啊 谁给你打电话 谁先 谁谁啊 啊 谁啊 我先请 家们你们觉得会是谁打的电话 不是你你是想问啥 你现在就是比较纠结也害怕 你不知道该不该先接姓林的电话 是不是这意思啊 你这样你问一下 好家们 你们觉得该不该接这个姓林的电话 直播间四千多个家们 该不该接这个姓林的电话 该接的话公民上打播一 叔叔阿姨姐姐 直播间家们 该接的话公民上打播一 都在打接吗 你现在啊 接接他电话啊 咱直播间老哥老姐们啊 我们现在接他电话 并且我们这边都把他录上 行不行啊 好啊 来都把他录上啊 来 接接 接嘛 对 接嘛 我有点紧张啊 接 来叔叔阿姨姐姐该录屏的录屏啊 欣欣 喂林哥 这样你别怕好不好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 你那个什么所谓的 男朋友的姐姐在旁边是吧 来你把手机给他 我跟他说 来来来来 来吧 你别跟我瞎说知道吧 来你给他 来 我现在我拿着了啊 来跟我说 信林的 来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是谁 哪怕你是 我也知道你 好吧 我实话说我知道你 我听说过你 你觉得女人吗 对吧 你有权有势 都认识你 知道你牛 我也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没用 对我没用 我实话我告诉你 我就是做这行的 知道吧 你听我说 你现在赶紧从我公司 出去知道吧 这是我的地方 还有你什么说 呃 我做了什么 我一直是做这个 我做的这么强重吗 这么大 我有我的手段 你抓不到我的把柄 明白吗 现在我不会告诉你 欣欣 他是我这边的法律什么人 知道吧 你也懂 他也收了票子 你能拿我怎么样 知道吧 我是合法合规的 明白吗 你赶紧从我那里离开 听明白了没 说完了是吧 啊 那个 没事 没事 真心 林哥 来直播间所有叔叔 还有一个姐姐 家人们 现在这个林哥有点歪啊 家人们 这个林哥说话很恨 没有啊 叔叔一个姐姐 来直播间家人们 这样叔叔还有一个姐姐 我 没有给 阿俊点关注的 左上角给阿俊点关注家人们 给阿俊亮一个黄色的粉丝灯牌好不好 刷一个姐姐 来怎么样 4200多家人们 一起给阿俊点个关注 亮一个粉丝灯牌 来 左下角阿俊给你们发一个链接 叔叔还有一个姐姐 那个是那个直播预约啊 家人们 你们都去预约一下 那个 推送的那个链接 这个地方点下预约 叔叔还有一个姐姐 好不好家人们给了预约了的家人们在公民上打博一 我看看有哪些家人们预约了我们明天的直播的家人们预约了的在公民上打博一 现在什么情况节对啊 刚才 咱直播间老根老姐们他所有说的话我全都给他录上了这么家人们 我刚才没有说话我就是给他录上了啊 你们也听到了是不是他这边非常非常有底气为什么知道吗 就是因为啊他也知道他 懂不懂我知道啊 他也知道他有事对 他也知道他有事而且他刚才也说了他就是要拉着星星下水 你们有没有听到啊 家人们啊 这么单纯这么善良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他怎么是忍心吓得了手的啊 这小姑娘这么相信他一嘴一个零个一嘴一个零个的啊 他在这呢让星星知道吗啊让星星 签下那个字 知道吗他想让星星背他该背的锅呀 家人们啊 听到了吗啊 刚才我说了像这个2000个的这个价值进去10年打底啊 他为什么这短短几年他就起来了呢 他就是中间做了很多这种左口袋进右口袋中间赚高价的而且 从外面回来的东西他都是漏了点什么能听懂吗啊能听懂吗 家人们能听懂吗 能听懂的话公民上打播一嘴嘴一个姐姐 直播间现在4300多个家人们 听懂的话我们公民上打播一好不好家人们现在成星既然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一定要 站在陈欣的身后去保护他对不对家人们 叔叔还有一个姐姐 我们一起陪着陈欣渡过这个难关好不好 叔叔还有一个姐姐 可以的话来直播间家人们我们在公民上一起打一波可以 好不好家人们我们一起陪着陈欣 把这个问题 你说楼下来了一群人 啊 不什么情况陈欣你不要怕 哦行行行行行 对对 对你这边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多代表兄弟过来家人们没有给阿俊给预约的一个预约 我马上过来啊我马上过来 行行行好 怎么事姐 你这样啊 那个刚才你也听到了啊 刚才咱这边朋友跟我打电话说公司现在楼下来突然间来了一帮子人 知道吗 啊 突然间来了一帮子人 我现在立马这边多叫点兄弟过来把公司这边的话所有的 全都把他看着啊 行行你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害怕知道吗 有姐今天在 还有你直播间这么多 叔叔阿姨你这么多的娘家人知道吗 啊 来来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没有给阿俊点关注的左上角点个关注 亮一个黄色的粉丝灯牌好不好 来 左下角有一个这个直播预约家们 你们都去预约一下 因为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公司下面来了一波人啊我们现在 马上要下去看一看 家人们我们就先下播了 没有点预约的点个预约好不好 叔叔阿姨姐姐 我们先下播家们点关注亮灯牌点预约 我再给你发一下直播预约家们 没事 呃你不用担心 来家们 把关注点上灯牌亮上 下面那个直播预约预约起 我们就先下播了家们 拜拜家们 好下播姐姐 拜拜